有些大方法 你很想做什麼嗎? 你不想做什麼 我沒有放冰箱 我沒有放冰箱 沒放冰箱 請乾淨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奧斯卡 請你演一演今天的安排 老師好 這是今天的安排 第一 捐查功課 第二,讨论,为什么学别的语言很重要。第三,下课的功课,第四,下课。 好,请你收拾啊。 请你拿出来今天的功课。 今天的功课是为今天的讨论,准备一下。 跟你的同桌面说一说你写了什么。 好。 谢谢。 我写了,我可以等别的人说。 好,我写中文很重要,因为很重要。 好,我写这个。 第一,学习语言会让你比较聪明。 第二,学习语言会。 Do we really have to do this? This is a stupid assignment. 没有那么难,come on. This is dumb,when am I ever going to use this? 同学们,别说英文。 只能说中文。 这是中文课。 好,我们一起讨论吧。 Sulin,请你跟大家说一说你写了什么。 我吗? 对。 请说中文。 请跟大家说一说你写了什么。 啊,I didn't do it. 请说中文。别说英文。 I just,I don't see the point. 语言很重要。 你得听我的话。 语言可以带你语言语言。 我们上语课的时候。 别说英文。 要不然会有麻烦的。 Yeah,like what? 师傅领进门。 秀行在个人。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What's happening? 我们在哪里? I don't know. 我们说英文。 这时候我们就会被返到别的世界去。 所以我们别说英文。 只能说中文。 你看,that's dumb. No! 我们要回家的话。 我们不可以说英文。 得说中文。 我说中文。 从现在开始了。 我们必须说中文。 好啊。 好啊。 你们看! 有一个人在哪里。 我觉得他可以把我们回家。 你会说什么语言? 我只会说中文。 那太好了。 在学校我们都学了中文。 如果我们没学中文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跟你用中文说话了。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找到我们的世界? 谢谢。 可以啊。 我只需要。 我只需要。 这句话。 督目。 不长你脸。 答你信。 不长你脸。 谢谢。 我不懂。 他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他说的话有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都一起做这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回家。 这个是愚蠢。 全都在说话。 这就是愚蠢。 全都在说话。 啊! 哎呀。 为什么你每次说英文或是学校? 我知道是中文很难。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会说中文。 我们才能跟哪个人说话。 我们才能回家。 你们得一起做这个谜题。 在你们的前面有两个人。 一人们会带你去死亡世界。 别一人们会带你去回家。 不过,门口有两个保安。 哇! 出发。 一个保安只会说正话。 别。 一个保安只会说数话。 你们只能问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一个问题。 你们怎么回家? 完了,我们永远都会不聊家了 同学们,加油! 不过,不过我们问他们穿什么衣服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谁说对不对的东西 你是白痴吗? 嘿,不要去扶他,他不行 喂,我应该没有文化了 哇,我们的灰色 不要说这么让人难过的话,好吗? 好啊 我们可以...我也不知道 思琳,你在乡圈吗? 你知道答案吗? 你们没听说过这个谜题吗? 这很容易,你可以问这个或者哪个保安都可以 问谁都没关系 请问如果我们想回家 另外哪个保安 会要我们从那上面回家 什么? 就是他说对了 真的吗? 对啊 如果我们问说真话的保安 他会告诉我们说假话的保安 要我们去死亡的吗? 因为做假话的保安 因为做假话的保安 会给我们一个假的回答 好,不管你问谁 不管你问谁 保安都会告诉你哪什么是死亡 好吧 好吧 请问如果我们想回家 另外哪个保安 会要我们从那上面回家 第二上面 需要人吗? 我在想回家 那小们回家 好 那小们 就算 我会帮你 听说中文 刚刚我们说你学了什么 以前我觉得学中文 要费很大的力气 所以我不想说错话 所以我只说英文 但是学语言让我知道了 我还有很多道理和只是要学 因为我会说中文 我可以用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 我也可以用不一样的方法做事情 如果我不上中文课 我就不知道 我还可以看到这么多不一样的世界 太好了 点赞 点赞